让我们正式开始讲第九集对应的小说内容 之前我们说过罗伯的行军部署 这一次再来讲讲施家的动向 此时泰温已经占领了贺伦堡 把部队安扎在三叉几何的交汇处 靠近国王大道观察着狼家与鹰家的动向 爱德木的策略则是将瑜伽的军队分散开来 沿着河间地一字排开 结果反倒是被泰温与凯芳逐一击破 詹姆已经率兵为困奔流程 瑜伽基本出不了门 此时提利昂现身并且带来了又一个对几方有利的消息 鹰家不会出兵 所以如果有需要 施家可以继续向北进军 从离开英朝城到与父亲泰温见面 提利昂的经历与电视剧中的差不太多 只是书中的他在与波隆独处时 已经将自己曾与一个妓女结婚的事情告诉了对方 提利昂向泰温介绍野人首领的这一幕 却没有电视剧中的平静 多夫之子夏嘎闯了进来 将泰温的示威队长扔到了会议桌上 开封刚要拔剑 泰温却伸手制止了 书中的泰温是一个没有任何面部表情 做任何事都不动声色 而且极其老谋深算的角色 他一眼就看出了可以利用这群武力不错的野人 此时又有人闯入会议室 泰温大人 史塔克军已开始沿国王大道南下 泰温的脸上依然没有表情变化 但提利昂却看出了父亲的欣喜 此时瑜伽被困 鹰家不会出兵 狼家孤立无援 正是对其迎头痛击的最佳时机 泰温嘀咕一句 立刻率军北上 准备与罗伯进行正面冲突 然而根据我们之前节目中的内容 这一切全都在罗伯的计划之中 他在鸾河城兵分两路 让罗斯波顿率领步兵与泰温周旋 自己则率领骑兵向奔流城进发 此时战墓在围困奔流城 泰温则沿着国王大道向北行军 与罗伯所说的一模一样 绿茶河确实将施家的军队分割了开来 说完施家的动向 再让我们看看军临城中的山沙 此刻正是乔弗里成为国王后的第一次上朝 太后瑟西则以摄政王的身份坐在乔弗里旁边 国王乔弗里首先宣判了哪些人是叛党 几乎把除了施家外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念了一遍 其中包括两位陆家人 英家母子 玫瑰家的人 瑜家的人 甚至是什么都没做 只是保持中立的马太尔家族 那位多恩亲王道郎马太尔也在名单之中 名单的最后是郎家人 而且提到了艾利亚的名字 山沙这才听出妹妹已经逃脱了施家的掌控 接下来是重要职务的替换 国王之手由奈德换为泰温 玉林铁卫队长由巴利斯坦换为詹姆 巴利斯坦被直接解雇 空出来的玉林铁卫则由猎狗担任 桑朵克里刚接下了这个职位 但他没有宣誓 也就是他经常所说的那样 他绝对不会成为骑士 至此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位不是骑士的玉林铁卫 猎狗沙普主最喜欢的角色 从此之后他的戏份也渐渐多了起来 我们以后还会细说 接下来是山沙为父亲求情 乔夫里的原话是 奈德必须承认自己是国王 否则无法收下留情 而事实证明就是承认了 乔夫里也没有收下留情 不过这些都是大家早已知道的后话 由于视频越做越多 为了让大家方便观看 阿波主已经将所有的视频进行了分类 大家可以在阿波主的收藏文件夹里查看 另外小说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电视剧 所以有些故事与人物的关系 乍丁之下会比较混乱 就像上期节目中有关亚夏拉的剧情 不过这些事件会在今后的节目中 反复提到加深大家的印象 并且还会做出更加详细的说明 比如说有关亚夏拉的事 等到艾维亚被无奇兄弟会的人抓住后 还会细讲 如果暂时对大家造成混扰 确实是阿波主水平不够 还请大家见谅 无论如何援助故事会一点一点地讲下去 阿波主会努力将庞大的冰与火之歌世界 展现在大家面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见